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1989年 1984年 1965年 1958 59年间 那个时候我们这个行业的门槛很低 我就必须不断地自修 把自己变成一个终身的自学者 影响我最深的 不但是在教学 在研究上 影响我很深的 就是赵元润先生 我的启蒙师是赵如兰 赵元润的女儿 用的是他父亲的课本 美国政府在二战的时候 跟中国是盟友 所以这个美国国防部 请哈佛和赵元润先生 安排一个速成科 crash course 教美国兵 怎么说中国话 所以这个 是个很大的一个 语言教学的革命 因为它不是通过翻译 它从发言开始 教学法我们可以 把它归纳为 几个字 就是他自己说的 目见不如耳闻 耳闻不如口说 我在开始在美国教学之后 没有几年 夏威夷大学的 John DeFrancis教授 出版了他的 Beginning Chinese Intermediate Chinese Advanced Chinese 这个对美国的 中文教学影响 是特别明显 我们头一次 第一次接触了 汉语评音 我们第一次接触了 简体字 我们第一次接触了 John DeFrancis教授的 专业编辑的教材 我们美国中文教学界的先辈 在中文教学语法 和中文教学法方面 兢兢业业 孜孜不倦 是美国中文教学的 开路先锋 为美国中文教学的发展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这个学会到底是怎么 创办的呢 在1961年 John祖在MLA的年会上 组织了一个 Advisory Committee for the Promotion of Chinese Language 那第二年就创办了 CLTA Georgetown大学中文组的主任 负责人是Richard Thomson Richard Thomson就是我们CLTA 初期最积极最努力的一位 当时中文教学的人少 聚会不易 所以Richard Thomson教授 也联合了其他的几位 像第一位 Georgetown大学的日文组主任 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CLTA的长老 是杨绝勇教授 以及在华府非常活跃的 祖秉明教授 和国务院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资深教师 李宗密 以及当时 Foreign Service Institute里边的 Russell Mase教授 这三位 对当时对CLTA的业务 也是积极的推动者 那当时我们的工具 非常的简陋 我们只有坐机电话 传真 邮政 来传递大家的这个信息 CLTA早期的运作是很困难的 其实整个行业都很困难 而这个CLTA的创立 是一个很大的转折点 最早的在美国教中文的人士 有两种 第一种就是 从前的传教士 回到美国 就当起中文老师 第二类呢 就是来自中国的留学生 后来没有回国 留在美国 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精英 那慢慢的就有一些 来自台湾的中国人 进入这个队部了 在1973年的时候 中美还没有恢复邦交的之前 是由一个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 主办的 他们邀请了中国当时 语言教学界的知名人士 有 访华团 有人称之为破冰之旅 这就是开始了我们CLTA 和中国的来往 我想1980年 开始是中国大陆老师 大量的来到了北美 来到了美国 那么这个整个的协会也好 我们这一届也好 整个的样貌都持有彻底 我来美国的时间比较早 那个时候中国的改革开放 刚刚开始 当时的院长 吕毕松先生 这位中国汉语教学的奠基人 希望我能够来美国 学一些现代语言学 语言教学方面的东西 CLTA的年会 让我了解到 美国高校中文课程的总体改革 跟上二语习德理论 和实践的最新成果 跟认识了学界的很多同行 有了很多宝贵的交流机会 更有意义的是 我还认识了很多学界的领军人物 以前读书的时候 只听过 只读过他们的著作 现在有机会 直接听他们的教导 我学一个国家就学到 ColTA的 và那天 ColTA was the only organization with a focus both on Chinese language and also linguistics and also literature 讨论和学习的学习 在跟同行老师的交流当中 向前辈学者的情谊当中 开阔见识,发展能力 得到激励与时俱进 当然也通过这个平台 与同行朋友建立友谊 使我们的工作人生增加温度 作为的如学而无有 无漏而挂我们 美国中文教师学会CLTA 开始成立的时候 大约也就是几十个人 到现在已经有八百多名会员 可以说是学界里最大的中文教师组织 我刚参加CLTA的时候 会员大多数是语言学家 和尖叫中文的文学教授 研究语法的比例比较高 现在我们的队伍 还包括了很多教育学院出身 专业为语言教育的应用语言学家 让CLTA的队伍 从以研究语言本体为主 扩大到了以实证研究为基础的中文老师队伍 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很重要的变化 CLTA成立于1967年的美国外语教学理事会 也就是ACFO 自上世纪六十年代 就一直合作 开展语言教学发展和研究的工作 ACFO每年举办年会 CLTA年会也一直参与其中 我们一直在讨论跟ACFO的关系 因为我们每年办年会的时候 厂次都会受到ACFO的限制 因此我们一直在讨论 是不是要跟ACFO分家 但也不太确定 我们是不是自己有能力 能够独立办会 因此2014年 在印第安纳大学举办的CLTA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and Learning 就是我们的尝试 那很高兴那一年来了300多位的老师 经过多年的讨论、尝试、权衡和论证 CLTA理事会在2017年正式决定 在继续参与ACFO每年11月举行的年会的同时 从2018年开始每年4月初 独立召开CLTA年会 CLTA一直跟几个外教学界很重要的团体 保持着良好的合作关系 那这对于我们能够保持 我们在美国外教学的能见度是非常重要的 美国中文教师学会会刊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于1966年创刊 是北美乃至世界范围内 具有影响力的专业学术期刊 我刚加入CLTA的时候 总的感觉是很多整体二与其 研究的这个论文话题 在我们CLTA这个领域设计的并不多 比如当时我们的期刊论文 还有年会报告 很多是这个宏观的教学指导 或者是这个个人的教学心得体会 很少呢就有这个理论希 左右数据支持的文章或者是报告 那当然现在不一样不同了 那我们的期刊在大概也是在15年左右的时候 有我们原来的名字叫 Gener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改名为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General of Chinese Language Teachers Association 那我想这个不仅仅是改名的问题 如果大家看一下我们的期刊 就可以看到老师们是如何把中文教育和外语教育 它的共通性和中文教育的特殊性 如何在这些方面做我们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些研究 我是2001年参加这个陈青海老师 主办的这个商务汉语学习班 打开了我进入这个有一个大门 当年呢专入汉语教学呢 并不太被认可了 但现在呢其实已经成为很多这个学校 高级教课程中呢最热门的这门课 越来越多走出了这个无法点为刚的这样子的教学框架 那更多的融入呢现代教学理念 科技对于中文教学的这个推动作用 那是相当大的啊 应该说是跟其他的第二原教学一起 齐头并进的 2004年的移动的这个手机啊 就是智能手机的推出啊 真正的使我们中文书写的工具 从传统的笔写大面积的替换为电写 这是书写工具的第三次革命啊 这种革命带来了汉语书面交际能力的深刻变化 因而也实质性的影响了中文教学的具体样貌 呃这样的影响我们不能低估 我们很高兴的看到加入美国中文教师学会的新会员中 不但有中文母语者也有中文造诣很高的非母语者 他们从不同的教学与学习角度出发 互动与互补进而完善美国中文教学法 through several initiatives Chinese language teaching had begun at the high school and then middle school level and then later at the K through 12 level Milestones include successful integration of the regional CLTAs through processes involving election and representation 我很想参加 但是我有这个顾虑 因为我没有博士学位 我不知道一个普通高中老师能不能参加这么高端的学术组织 何保障老师非常热情地鼓励我们 希望我们加入学会 所以我学习了我们的条款知道了我们的宗旨以后马上就申请 所以一直加入到现在 对于我们中小学老师来说我们学会特别重要 中小学的中文教育 这个现在是我们比较薄弱的环节 我们现在要大力发展中小学的中文教育 在理事会上面成立专门的委员会 编辑网刊 供老师们发表中小学教学的研究心得和经验分享 我们现在有11个委员会 那么根据形势的发展 我们又调整和更新或者新设立了一些委员会 一年来我们COTA在大家的努力之下 会员一直在稳定中成长 尤其是这两年我们的会员人数 并没有因为疫情的关系而减少 现在更跃居60年来的高峰时期之一 The US and China are two of the largest and most important countries in the world and it is crucial that we understand each other and that understanding begins with the ability to communicate with each other 我想以目前这个情况看 中文越来越重要 应该是一个不真的问题 我们这个做语言教学尤其是中文教学 有一个很大的使命我觉得 因为语言教学是所有那些学科的基础 你不管培养学生到文学系或是历史 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人类学、 语言学、甚至考古等等等等 哪个学科的底子不是中文吗? 回顾半个世纪 我觉得我的学生长远的收获 就是我可以让几乎所有的学生 都跳出他们的英语荒荒 就是让他们能think outside of the box 那他们就会在世界当前最重要的两种文化中 自由的游动 他们有两套人生观 两套格言成语 两套幽默感 那他们的这个life of the mind 就当然是非常的美满 我们不要低估了自己 在学生学习过程中做起的作用 一个好的老师 不应该只是扮演一个 从旁协助的一个学生 这个老师更应该是一个 能够促动学生学习动机的一个引导人 而一个引导学生 学好一门外语的这个老师 是有可能改变他的人生的道理 以前学会的理事 大部分都是50后 现在大部分是70后 80后 他们为我们学会的发展 带进来新的思想 新的力量 我们需要更多的新鲜的学业 来加入到我们学会中 我们教学中的困惑需要分解 我们教学中的新发现有必要分享 要实现这些的最佳办法 就是成为CLTA的一员 我们这个学会之所以能够发展壮大 是因为我们有一大批 富有贡献精神的老师们 在积极推进汉语教育的发展 在这60周年里面 我们从无到有 从小到大 有成功的经验 也有失败的教训 跌跌撞撞到耳顺 实属不易 考虑到现在世界的动荡 考虑到后疫情时期 教中文的不易 我相信我们的老师是真正的弄潮儿 他们会在新的形式下 新的挑战下再创辉煌 对我来说 教中文是一种使命 是一种享受 是一个非常有意义 但是也非常具有挑战性的工作 教中文是一份可以充分实现 自我价值的职业 很幸运很值得骄傲的事情 是一种兴趣 也是一种职业 建立与发展有益的纽带 教中文是一双眼睛 帮助我们发现中文的美和趣 教学相长 与时俱进 人生的乐趣 莫大于此 对我来说 教中文是一种commitment 我认为CLTA 以及语言教学 是我lifelongcareer 幻灵医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